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加到超过10宗 同一个商场的翠河餐厅 和彩虹的会八方商场大家乐 分别多一个人和两个人确诊 德望学校群组新增两个人 包括一个学生 和另一个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学生的爸爸 港泰湖路中心多一个人确诊 另一个人初步确诊 平石村的奔记触面美食群组 亦多一个人确诊 是一个74岁的男人 曾和一个确诊者在街边没有戴口罩吃烟 吸烟不戴口罩当然是一个非常高危的 对其他人更加是 因为最好就是不要吸烟 另一个人是之前住在青衣长发村 确诊者的朋友 他们曾经和几个朋友犯罪 源头不明的个案里面 最少两个人来自慈云山 包括民生超市的一个收银员 和伊丽莎白医院一个员工 相信他在慈云山感染 当局说由今个月2日起的两个星期 合共有355宗新增个案 六成半属于本地感染 或者有关联个案 而今天的新增个案再创新高 现在是否顶峰 其实没有人知道 唯有看看跟着的趋势 究竟是否会跌下去 或是会再上升 但现在的趋势 因为越来越多 本地没有源头的个案 看来就未有下降的趋势 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 而四中输入个案里面 有三个患者是外用 母线电视记者曾善良报道 多间医院有病人或职员确诊 医冠局说由于社区出现爆发 所以有个案流入医院 会针对公围群组做化验 近日相继有医院病人受感染 最新确诊包括佛教医院 一个57岁女病人 星期一入院准备做关子手术 因为有发烧和呼吸度感染 接受检验确诊新冠肺炎 同房四个病人要跟进 将军傲医院星期一 一个71岁男病人 急诊室转往内科病房 有发烧 检测亦都确诊 同房九个病人属于密切接触者 在马加列医院 一个日前因为发烧入院的 61岁男病人确诊 医院职员方面 伊丽莎白医院 一个非紧急救护车 调派中心的45岁男职员确诊 她星期一最后一日上班 当时没有病征 工作上也没有跟病人接触 有时会开车接载其他同事 同源一个56岁女病人服务助理也确诊 相信和院内群組感染无关 另外屯门医院一个急诊室医生的家人确诊 医生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入注检疫中心 帮我们的同事做一些测试 希望高风险的同事 他们都会知道早些 知道他们没有新型冠状病毒 这样的情况 加强了我们入院的西茶 会扩阔一些高风险群組的病人 譬如前云山的居民 一些食肆的员工 或者的士司机 另外荃湾国安医院 一个31岁女护士 和35岁做文职的男性朋友也确诊 源头未明 无线电视记者 吴海美报导 政府给员工食堂 豁免于晚市不准堂食的禁令 今晚生效 不包括工厂食堂 当局说 有24小时办公或地点偏远的公司 员工外出用线有困难 所以公司给员工用线的食堂 和餐饮业务 只要不对外开放 就可以获豁免 但是不包括工厂食堂 另外食肆可以给员工在楼面吃饭 但需要围风和有标示 確保和食客的区域分开 当局又澄清 顾客在食肆等候外卖的时候 只要是在特定地方 保持戴口罩和不进食 就不为例 政府为现时疫情中四个高风险行业的员工提供病毒检测 负责安劳院舍和的士司机群组的化验所说 他们用的试剂或国际认可 而追踪工作由卫生防务中心负责 外界不用担心私隐外事 当局日前决定为安劳院舍员工、的士司机、物业管理和食肆员工提供免费的志愿检测 估计涉及40万人 席位局将会向两间公司直接采购服务 包括由内地公司华大基因开设的华星诊断中心 中心董事、医管局前主席胡鼎旭说 他们负责合共8万多个安劳院舍员工和的士司机的检测 他们已经派人去到安劳院舍收集样本 由卫生署或社署替员工登记 用条码识别登记表格和试管 由护士採养后送到公司在大埔的实验室化验 当我们发觉有阳性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的检测加密报告送给卫生署 让CHP那边继续跟进 所以我们只是做测试一个 就是採养和测试的部分 所以是不存在 就是说我们会知道哪个是阳性哪个是阳性 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 他说现在每天可以做到5000个检测 下星期尾可以增加去到3万个 之后还可以透过合并检测 将数量以倍数提升 究竟这个试剂是国产 中国制造 会不会让大家有点担心呢 就是为什么不用欧美那些呢 我只是可以说 华大这个试剂 已经得到美国FDA 欧盟的CE 日本、加拿大、澳洲 其他很多国家的认可 亦是WHO的Emergency List里面的认可 至于的士司机的检测 华星计划在停车场和有站附近设置摊位 亦都是由护士採集样本 最好就是说不限时段 2、3点的就夜间会去检测 点回才行 5、6点就早间收了工资来检测 那就不妨碍他们的工作时间 其都希望检测尽快开始 无线电视记者曾善良报道 超席说部分从印度等高危地区的抵港人士 今天起入住荃湾斯例酒店进行检测 东局说由于他们已经检测程阴性 相信不会对酒店其他住客造成风险 位于和宜合道的荃湾斯例酒店 员工穿上防护装备 包括戴上面罩和穿着蓝色防护衣 去到下午大约3点半 一辆旅游班载住一批人驶入酒店 不消息说他们星期三晚由印度抵港 对新冠病毒检测情阴性 之后就转到酒店检疫14天 有别于现时转送检疫中心的安排 这批人入到酒店之后 带上警醒和获派一份文件 有酒店住客说未知到有最新的安排 下午回来 现在才换 我就是为何换完防护衣 那现在有什么打算 走 和酒店一条马路之隔 已经有不少民居 而走几分钟 也有石离村和石阴村等公共屋村 有区议员批评政府事前未有资讯 在居民的心理上是很忧心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政府 第一,精用这个酒店 有没有考虑过附近的 这么多的私人楼宇 有一个信息告诉居民 但是现在完全是没有 说来就来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强调 今次不是精用 而入住的人士都是先检测 呈阴性才可以入住 相信不会对其他住客构成风险 某些人士如果经过某些筛选 他在一个适合风险的接受程度 是可以在酒店进行这个检测 这个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不是今天才有这种方法 他说在检测中心空间有限之下 确诊者的紧密接触者应该优先入住 因为过去的相关确诊率都比较高 无线电视机者轮出音道 警方拉多两个男人涉嫌在屯门区 因为戴口罩问题而袭击快餐店经理 前日屯门山景村一间连锁快餐店经理预集案 警方拘捕多两名男人涉嫌普通袭击和刑事毁坏 分别是26岁施集者 以及怀疑犯案之后接应他的朋友 25岁轻型客户车男司机 有一名没有佩戴口罩的男子进入了餐厅 而该餐厅的经理就马上劝着男子戴上口罩 但是这名男子突然间情绪激动 走入收银的位置之后 逃手损毁了一部收银机 他亦都襲击这名餐厅的经理 这名经理手和眼是受伤的 犯案之后这名施集者马上逃离现场 警方说市民应该確守公共卫生相关条例 又提醒承搭交通工具 需要戴上口罩的条例已经在星期三生效 案件至今有三人被捕 除了涉嫌施集者还包括接载他的司机 以及早前被捕的27岁 接应客户车登记车主是疑犯的哥哥 案件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利益坤报道 休息一会回报道 一个补习老师去年在铜锣湾被 首出半制成的汽油弹和戴刀 被判监禁13个月 美国拘捕草意制裁名单 包括韩正和林郑月娥 但报道说特朗普表明暂时不会执行 以免加剧美中紧张关系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执管有物品以图损坏财产罪 被判监禁13个月 去年11月11日有人发动三罢 多区有堵路和暴力冲突 案情指三个警员在铜锣湾追捕 还在中央处示威者期间 在边灵顿街和宜和街交界 看到着着黑黑衣戴灰色手套的 24岁被告甄家祟 将一个冰山株曝 violet 放于马如 其中一个警员上前阻止 其后两名警员协助制服被告 在被告的背包检获打火机 消毒火酒 装有淀粉的玻璃瓶 瓶口插着纸巾和一把戒刀等物品 被告星期三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开审前 承认一项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 裁判官判刑那时说 涉案物品可以制造两个汽油弹 也都不能够忽视剩下的热烟液体 和打火机可以用于中火 控罪严重必须判处阻合刑罚 以18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考虑被告开审前认罪 无案底和求情因素判监13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黄善河报道 7月1日警员在铜锣湾被吉祥案 警方再拉多两个男人 涉嫌非法集结和阻差办公 被捕的两个男人分别17和19岁 上午分别在朝景岭和东涌的御所被捕 警方说当日前线警员在高示威道 尝试制服那个涉嫌非法集结的17岁男人 19岁的男人就涉嫌拉开其中一人 阻差办公最终两个人逃去 之后警员被人用刀刺伤 警方说两个人是学生 相信和涉嫌集警被捕的24岁男人是认识 但还调查他们的关系 警方强调一旦罪成 非法集结和阻差办公分别最高判囚5年和2年 东铁大布区站外一条行人隧道 再有人张贴大量的政治标语海报 连接新达广场的行人隧道内 下午有人发现铁门印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让貌的海报和字据 也有写上涉及港独的海报 现场消息说有警员到场拍照和拿走部分的海报 搜集证据之后有食环署人员清理 根据一贯的做法 如果海报未经地政总署批准账贴 或物品影响环境卫生 食环署便会派人清理 齐德一个地盘下午发现怀疑战时炸弹 警方晚上说炸弹的状态不稳定 只是疏散附近屋苑齐德一号居民 现场是牧原街和协调道交界一个行人隧道地盘 爆炸品处理货人员下午大约4点半到场处理 炸弹长大约1米 阔50厘米 地盘工人下午2点多在工地发现后报警 警方和消防到场疏散大约1,200个地盘工人 港铁啟德站需要暂时关闭 列车不停那个站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 为免加剧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 暂时不会制裁涉及港区国安法的中方高级官员 至于给予某些香港人难民身份 国务卿蓬佩奥说目前仍然未有定案 彭博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签署香港自治法案 但没有计划进一步制裁中国高层官员 避免两国紧张关系升温 报道说当局早前已经草以制裁名单 包括负责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 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但特朗普在星期二签署香港自治法案之前 已经向幕僚表明暂时不会按名单再制裁中方官员 特朗普同日又签署了行政命令 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容许美国以人道理由给予香港人难民身份 国务卿蓬佩奥说 特朗普会保证美国会照顾那些为自由抗争的人 不过纽约时报另一篇报道就引述消息人士说 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和他的家人前往美国 在北京 外交部说 未能够核实有关报道的真偽 但这样做不单止违反国际基本准则 也都无助于维护他的大国形象 如果这样的话是属实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可悲的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 他还剩下什么 他想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副外长郑泽光早前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就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 和有关行政命令提出严证交涉 郑泽光说 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坚决反对 又说美方关心的 绝对不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 而是网图阻挠和压制中国的发展 这样的图谋永远不可能得逞 无线电视记者 风亦明报道 对于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 工商界代表认同政府应该向社贸组织提出申诉 重新香港的独特地位或营商环境没有改变 有业界说 自中美贸易磨擦起 已经采取措施迎变 曾经担任工业贸易署处长的 中华厂商会行政总裁杨立门 认为本地工商界经过两年中美贸易磨擦 和近日美国相关立法过程 已经对在香港营商可能受到的影响有心理准备 香港和美国都是世贸成员 杨立门认同政府说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向外界发出讯息 说被不公平对待 香港政府无论姿态上或实质上 其实都应该做的 不过我就觉得效果就不会很大 因为美国根本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单边主义国家 它实情将世贸组织是瘫痪了 因为世贸组织有一个上诉机制 上诉机制要有一定的人数 美国已经说了不参加 因此机制是完全不运行的 不视香港是独立关税区 本地制造货品出口到美国 要缴交等同内地货品的税率 代表商界的自由党 党魁钟国斌就说 部分业界已经转到东南亚车厂 其他亦都部署减少供货到美国市场 作为一个比喻 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船 政府自己是一艘舰制 它走过那些浪 已经可以把你的舰反转了 所以是没有什么可以做到的 那个层次去到哪里 在一些领导层 特区政府的领导层 或者是一些中资企业 或者是港资企业 是一些什么类型的企业 它的尺寸有多大 我们才能评估得到 但当然 我相信整体来说 对一般的界别 商人就不会针对 建制派就发表联合声明 抗议和谴责特朗普政府的决定 促成美方慎重考虑 不要任意制裁 损害港美关系和美国在港利益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轩报道 美国宣布将会对中国电讯设备商 华为部分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指他们涉及协助中方侵犯人权 在北京外交部反驳 指美国才是世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英国政府以安全理由 封杀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美国被中方批评从中挑拔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 美方将会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 部分员工实施签证限制 蓬佩奥说 全球和华为合作的电讯商必须意识到 他们正是同一个侵犯人权的企业合作 蓬佩奥下星期一会访问英国和丹麦 预料会讨论华为问题 华为发声明表示失望 形容美方的决定是不公平和霸道 从新公司独立运作和中国政府无关 华为的网站显示 公司有超过19万个员工 未知有多少人受到美国的签证限制影响 在北京外交部反驳美方的指控 说美国才是世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另外蓬佩奥又透露 当局正是研究采取措施 防止被指有安全风险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 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 和通讯软件微信 盗取国民资料 TikTok发声明 说美国用户的数据 储存在弗根尼亚州和新加坡 重新会致力保护用家的私隐和安全 参与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 预料下星期会表决法案 禁止联邦政府员工在政府分发的装置使用TikTok 无线电视记者廖天赞报导 又是一会儿回报导 内地经济回復增长 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升百分之三点二 台湾汉光演习 一架直升机在新竹坠位 两个官兵死亡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经济回復增长 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升百分之三点二 国家统计局说经济恢复仍然面临压力 但对下半年经济复苏有信心 驻北京记者陈金堡报导 内地经济第一季录得有纪录以来首次负增长 随着复工复产 第二季经济由负转正 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转升百分之三点二 好过市场预期 但总结上半年同比仍然跌百分之一点六 出口消费和投资的三头马车都有改善 其中零售总额第二季按年跌百分之三点九 跌幅比上一季收窄十五点一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跌百分之三点一 跌幅较投五个月收窄三点二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五百六十四万 完成全年目标超过六成二 上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减少至百分之五点七 主要的指标仍在下降区间 所以说我们说目前的这种 二季度的这种回升增长 仍然属于是恢复性的增长 疫情的冲击的损失尚未完全弥补 所以推动经济回归正常水平 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国家统计局预计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压力 但对下半年经济持续复苏有信心 国家统计局又说 疫情期间催生了遥拒办公 无人派送等多种生产业模式 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提供更多资产 无线电视罪北京记者曾今报报道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商界表示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习近平在向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成员代表的回信中指出 中国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将会继续全面落实找就业、找外贸等重大政策 为中外企业投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营商环境 说跨国企业扎跟中国是正确的选择 习近平又强调各国利益高度融合 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中国将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北京环球影城项目主体结构员工 预计明年上半年试云 北京城市副中心汇报上半年工作 提到再落在东五环外的北京环球影城项目 已经进入机动游戏和表演设备安装调备阶段 北京环球影城由中美合资 是亚洲第三间同品牌的主题乐园 中国公司占七成的股权 2019年初动工 总投资额超过515亿元人民币 疫情期间如期施工 内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水利部预料长江中游和洞庭湖的水位将会回升 长江中游由雄方早前通过汉口到九江江段 江西九江星期日的水位达到22.81米 到星期四降至22.52米 但仍然超出景价2.5米 在婆阳远昌州乡消防员逐条村庄巡逻 确保全部的居民撤离 到那边去的午餐了 那边今天回来拿着油 向来我们心里需要有依靠 不是很辛苦但是还是感觉看见这些群众被疏散还是值得的 我们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守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安徽的长江降流继续超出境界水位 同龄、安庆等五个市的居民紧急撤离 而在长江同龄段江州深外围的浅滩 已经被洪水完全淹没 武警出动对沙包、打木桩和加固堤壩 安徽省搭入梅雨季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日数25.4天 其中沿江江南降雨日数达30.8天 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同期最多 水利暴雨料未来三天 长江上游和汉江上游再出现洪水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新疆昨日新增一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4岁患者在乌鲁木齐工作 三个密切接触者列为无症状感染者 至于北京连续第10日没有本土病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新法地批发市场疫情和相关病例已基本终止 另外国家电影局宣布 低风险地区的戏院下星期一起可以有秩序恢复营业 台湾汉光演习第四日台中举行反登陆作战 而陆军航空特战部一架直升机在新竹坠位 两个官兵死亡 最台湾记者欧国强报导 位于新竹的空军基地 下午大约3点半无气黑烟 陆军司令部说航空特战部一架OH-58D战手直升机 执行战备操演任务后返回基地的时候 因不明原因硬着陆 政府机师信述 军方要求同型号直升机停飞检查 由专案小组调查出事原因 这次是OH-58D战手直升机两年内第三次以外 前两次没有造成伤亡 直升机由美国引入合计39格 机上的征手仪能够掌握远方敌军动态 汉光演习第四日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 上午在台中甲南海滩进行 IDF经过号战机 多艘海军军舰 和多部战车等出动 连番攻击海上和陆地目标 演练无意大陆解放军意图登陆 台湾军方出动8000名官兵 过千建装被应对 去年刚刚成立的联合兵总营 首次参与汉光演习 蔡英文总统到场视察同志道 我说过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靠卑躬屈膝 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 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兵就是国防的核心 汉光演习是国军每年年度的大事 念受我们国军战力的发展 更是要让国际间看到 我们守护国土的决心与努力 他也在陆军航空突战部直升机 聚位之后发表声明 对两名官兵殉职表示安伤 指示国防部全力协助家属 也要求全军打气精神 坚守崗位 无线电视书台湾记者欧国勤不道 转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970点 跌510点 总成交超过1997亿 欧洲股市方面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24点 巴黎克指数跌37点 德国Dex指数跌79点 又四一会儿回来会报导 今届立法会会期明晚结束 今届处理超过70项的法案 不够时间处理的下届要从头开始 以色列近日推出活动 被人透过真正接触 释放疏离 回来新闻时间 今届立法会会期将会在明晚结束 今届处理超过70项的法案 仍然有多项不够时间处理 要在下届立法会从头开始 四年的立法会会期 经历近160次大会 1700多个小时会议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埋一埋单 通过最少73项法案 部分曾经讨论了多年 例如私营骨灰安治所条例 发牌规管违规堪场 收定医生注册条例 改革医委会组成 延长法定产假去到14个星期 交据争议的要数到国歌条例 只有尊重我们国家 我们谈两制才有意义 还有广深港高铁一地量检条例 你们是否真的自觉 是尽善尽美 圆满圆美 对得住历史 对得住立法会 对得住香港特区 40位赞成 20位反对 议案获得通过 怎么算法定人数的中升 这四年来响了近500次 合共80几个小时 最少14次留会 对比上一届小 法定人数仍然不足 我现在宣布休会 原因之一是今届修改议事规则 休会之后可以随时复会 主席也可以不批准议员的修订 减少出现数以百计的修正案 削弱拉部的威力和所用的时间 相关质询时间 行政立法关系 在林郑月娥出任特首之初 一度缓和 除了每年四次的答问会 更加首创每个月 去到立法会短问短答 直至2019年6月 办法修订逃犯条例风波 7月1日 立法会大楼被冲击 大楼停用三个几月收服之后 在10月重开 但是行政立法关系跌到谷底 立法会内会近乎停摆 为了选举政府主席 举行了17次一共28个小时会议 多条法案被以会终止审议 包括空置税 专赢的士 禁电子烟和垃圾征费 所有未及处理的法案 换届之后都要推倒重来 按照议会传统最后一次大会 会由内委会主席 动议告别议案 大致上一届开始 已经再没有这个议案 无线电视机 在中卓希报道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也都回顾过去四年的任期 认为如果建制派和民主派 能够合作 相信可以做更多事 请你坐下 请你立即离开会议厅 这四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赶走过不少的民主派议员 也都做过很多的裁决 他形容主席生涯是孤独 主席是要中立的 也都要被人看到是中立 所以有很多决定 都是要自己去做决定 你批了又骂你 有对面人说 为什么你批得这么容易 你不批的人说 你为什么批这么少 这四年立法会大楼被大批人闯入 大肆破坏 有人说政府破坏制度 迫使他们抗争 梁君彦认为各界都有责任 粗促一点说 有人做初一 有人做十五 是不是 是不是继续 一个初一一个十五走极端呢 还是整体 政府也是为香港市民 建制派也是为香港市民 就算非建制派 他也是为香港市民的 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目标 是不是有 是没有可能 大家坐在一起 一起做事呢 谁是初一呢 这个就是大家去评估 是谁初一谁十五 这些有理说不清的 下届会不会连任 梁君彦说没决定 梁君彦认为要改善公众 对立法会的观感 是全体议员的责任 希望下一届能够吸取 今届经验做得更好 母纤电视机者 郭永恩报道 未经验犾担下赐